各位听众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正向报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1月4月 始终脑子还没教正 首先这里有我们香港的以德台药 大家好,各位早晨 有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大家早晨 有我们澳洲的真bc 早晨 不是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like 还没按订阅的,可以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钟仔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大台芒向编辑部 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听的,不妨去芒向编辑部 就有芒向正向,两条腿走 越走就会越快,越走就会越稳 以壮大我们中立和平和理性的声音 好了,这一节就是我们正向编辑想讲一下多些国际的东西 今天最新鲜 军联合军演 然后中国也加盟 就是属于这三个国家第一次的联合军演 是博尔木之海峡军演的 其实就好像是向美国叫板一样 就是说,你说你东东这么厉害 我们三个人结盟,我们可以封锁你海峡 看你害不害怕 就是这样讲 就是其实现在是 因为你美国越来越硬 以前奥巴马年代 就跟你那个伊朗 玩音 玩音 就讲和 其实在美国国内很多人不满 于是现在又扭回头 特朗普就把奥巴马的东西扭回头 就玩硬 玩硬 就又硬 而且在伊拉克那里 其实伊拉克的情细就是 伊拉克其实大部分的人 的人口是属于亲伊朗的十业派 迅尼派是属于少数的 有两个是西十 以前萨达姆就是属于迅尼派 西方国家打算捧起萨达姆这个迅尼派 去压制伊拉克里面的实业派 谁知道 就来了科威特那件事 西方就把你这个 叫做萨达姆 为什么萨达姆要动这个科威特呢 其实就是西方就想着 找萨达姆来队着伊朗十业派 谁知道就打了两伊战争 打了那么多年 打完之后就不科威特 当你尿虎 所以萨达姆就不相信 所以他出海口又没鬼 于是才打科威特 谁知道就被人打祸金 就是这样来的 而这个据说好像约旦都是十业派的人 所以是很复杂的 应该是耶稣 就是十业派 我没记住约旦是约旦 约旦都是的 因为十业派的 因为十业派是占了大部分的人口 而他是亲伊朗 马上不打 所以才跟你伊朗佬说 谁知道特朗普现在倒转来 所以那时候突然间伊朗 突然间十业派的人围住了 他攻打了美国大使馆 他攻打美国大使馆 搞了很多事情 而且有两只游船炸了 伊朗 大家记得了 那些混游船 混游船 没错 不是那些 那些游轮 就是被他炸了 就是给颜色你看 你美国佬不要那么过分 新人打他 原来伊朗军首第二号人物 暗地里走去伊拉克 去指挥这件事 搞你美国佬 结果美国佬的情报 就知道了你个人在巴格达机场 于是就找飞灯 炸他 现在炸死了他 是无人机来的 没错 无人机是冲 是的 是用冲 就是说 传说美国是有一个办法的 就是 在你那里放个GPS 就是找冲防你 而证明这件事就是 美国是用到这种科技 将你斩首 我只需要放个GPS 在你的位置 我就可以定位 我怎样可以找到你 就是靠情报 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情报 我现在输了力量 我要动你 你就走不了 而且美国都很过分 完全是无视伊拉克的主权 就是直接在人家的领土 没有通知的 完全是没有通知的 完全是没有通知的 是没有通知的 是没有通知的 很久之前已经打算搞了 他每次都这么说 但是 就是 我看到 可能 世界又不和平 就是 我们 年前 希望世界和平 但是 你一搞伊朗 伊朗 是很难的 你制裁了他几十年 他依然是没有赌 因为他有核武 还有他说的 有仇必计的 人家 一定会报仇的 他真是说 所以 所以 其实 我觉得 这件事情 现在还没有发酵 我看到还没有发酵 但是 唉 大家都要准备一下 起码一件事 油价就不会跌了 最近跌了一点点 但是 我看到 可能今年 都是 都是 要捱贵油 因为 这些中东国家 安全 是啊 早前他打烂了两只 运游轮的时候 都已经是 升得很厉害的 那些油价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都是好事 可能他故意 故意 故意推高 油价 是的 譬如说 以加拿大而论 他的油沙 如果不卖到六十元一桶 根本没有钱责 他寝不开采 是的 是一模一样 对于你美国来说 我的油公司都蝕了这么久 倒不如 反正我现在世界第一带出油国 我的烟岩气这么厉害 因为奥巴马年代 就是什么 shell gas 就是 是烟岩气 他就想打 打一个新天地出来 所以就油价 那时候就跌到 跌了 当时奥巴马 当时又 很高调 支持Tesla 就是电动车 现在川普先生 大家知道 戴油商的好朋友 其实这样搞一搞 对于川普先生 我看到 又好像会稳定一些 因为你帮戴油商 做了些东西 油价升回 托市 后面戴油商都会松手 选举肯定会帮帮你的 我这样觉得 是吧 是 另外呢 我们来说说 中国的态度 好 在2020年的1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就是前驻美大使 应约和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通电话 杨洁篪表示 中方对当前中东事态高度关切 中国一贯主张 应该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分歧 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希望有关各方面 特别是美国保持克制 尽快回到通话寻求问题解决的轨道 推动局势 紧张局势降温 双方也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那 我觉得这位蓬佩奥 是不是蓬佩奥 这个是 是 那其实我觉得 说话好像 欠虚了 因为蓬佩奥一向 都是很困难的 对一说到中国问题的时候 那为什么突然间欠逼了 是不是美国都知道 哎呀 就是 他们觉得 哎呀 会不会玩大了一点点 因为我 我是这样看的 中国俄国和伊朗 如果结盟的话 最可以和俄衣 沟通到的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其实是和西方世界 但是相对这两个国家 相对这两个国家 我只相对这两个国家 我只相对这两个国家来说 是比较可以有解谈的 是的 就是走回去以前冷战局势的情况 嗯 就是他们无意谈判 只不过是做一个照会形式 但是最后就是希望这帮 就是这几个国家 伊朗 俄国和中国 俄国拿起同一个阵线 那你美国和西方国家 又可以形成一个联盟出来 新联盟 是 那就真的去到冷战了 就是有 就是 美国可能是因为这样 有意将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局势 推回到冷战时代了 透过伊朗的事件 但是冷战有样东西不同 就是现在 中国和苏联是两样东西来的 苏联以前是完全和西方是 叫做有墨墙 但是中国 其实和西方 来说是互动是比较多 无论贸易 文化和 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是比较多 所以 冷战 我觉得是会 美国想这样做 但是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实力已经不对等了 因为以前苏联带着一帮小弟 那帮小弟 就是 好像朝鲜 东欧那些 其实实力 是没那么强 但是现在中国的实力 和 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是强很多 当时 苏联都强 但是只是军事重工业强 但是中国来说是什么都有些 还有它是帮很多西方国家 生产很多产品 但是苏联当时是没有和任何西方国家 是叫做有生产任何产品 所以其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 是强过当时西方国家对苏联的依赖 所以其实冷战 他想这样做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中国事实上是处处隐扬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尽量是拖你和你玩太极 保存实力 保存实力 尽量我是不会和你抹面 而这个叫什么 蓬佩奥这样说 可能他也明白 他不能够两面作战 我不能够一面和你中国打 一面又要和你什么打 伊朗和俄罗斯 他真是很麻烦 因为三个国家都有核核武器 如果大家看一下当年小布殊年代 他想动手搞中国 但谁知道突然间出了911事件 他马上要和中国说和 他永远 美国的国策 就永远不会尽量两面作战 我打得你一面 就不能打你第二面 他其实就是很想 中国俄国他们站在一起 他又有办法一起围堵你 但是他发觉如果这样做 我中东又被你大陆这样扯 中国这样扯住又不行 他不能够一面对付中国 也都一面对付中东 他基本上是做不到 是 他如果面对四个有核子的国家 我计算一下朝鲜 这四个国家都是有核武器 其实如果四个有核武器的国家 我都不可以否认 美国还是第一世界 就是叫做强国 最强国 最强 但是如果你有四个有核子国家的联盟 的话 其实西方是会震的 那他的盟友都说 不要搞了 你想想朝鲜 北韩 东北亚 俄罗斯 欧洲 伊朗是看着什么 又是看着 伊朗是中东 那中国就叫做全世界都有些实力 都有实力的话 那其实他就很麻烦了 所以其实 我是这样看 龐佩奥现在说话 就是谦顺了一点 其实他就 喂 那帮下手啦 是 或者 以后 贸易转的筹码 中国会多了一点 我这样看 而且留意一下 其实最近他 譬如说 这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北韩 又在那搞事 金正恩 金正恩又玩 又说要放飞弹 就是说你 就是说你 中国在那儿放 你不听我说 现在伊朗搞事 哪个又搞事 金仔又搞事 你需要我帮忙 是啊 真的 大家 互相在那儿扯 扯咯 你搞我香港 你今年由夏天 春天搞到夏天香港 好 现在我就轮到伊朗来搞你 你不要以为我搞不到你 搞到你伊朗搞你伊拉克 伊拉克又是你的痛处 要不要我出手 现在说好数 我就会按住你伊朗 俄罗斯就不出声 但是 但是已经在那儿搏一条气管 过欧洲 欧洲 欧洲嘛 是 俄国人是默默做事 经常是默默搞你 很搞笑 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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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到他出声的时候 中国都很少出声 其实 少了 没有以前 其实一直都是川普先生 自己在那儿 怎么说 川普先生一直都在做独脚戏 有时候我觉得他 就是Twitter 这个Twitter 怎样 但是 我想我这样看 国际关系始终是复杂的 那我们在那儿分析的东西 是看到现有的事实 是基于现有事实分析 但是每日的变化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目前来说 我这样看 就是伊朗这件事 会令到油价高企 就是将来的一段日子 还有国际的摩擦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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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还有 而且变数是不少 还有大选 大家不要忘记 除了香港 当然是 美国大选 还有 过一个星期 台湾大选 我最害怕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台湾大选 我跟你说 现在我就五五波 韩国瑜 和这个蔡英霖五五波 那 说起台湾大选 我都收到一份东西寄到你家里 那你是什么选区 我是什么选区 台中 台中选区 台中选区 是的 这个很有趣 这个东西 很大的大字报 印出来很搞笑 他们是这样 可以摆出来给听众看 其实 好啊 讲解一下更好 介绍一下 给大家选区 两个候选人都有 两份文村都有 好像一份报纸 大家听众留言 如果想看看是怎样 我不知道 又不知道 怎么办得出来 我不知道法例是怎样 原来不能摆出来 没有 但是你可以说一下 你选区有哪两三个候选人 你可以说一下 他们网上杂都可以 不是 我想给大家看看那份东西是怎样的样子 原来人家这么有趣 他们很大 不是他们很大的 那些台湾选区 那些 之后又是 就是 他们选区就有一些心思 就是那些年轻的政党 好像时代力量 那些有很多 公仔啊 Q版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国民党就 靓靓仔仔 都算是在排队投票的时候 可能在排队投票的时候 可以拍给大家看看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好像不拍得了 不拍得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投票的时候 外面是排队的 哦 可以 可以 那些就可以了 你那里都很热了 那一天 韩国瑜 我过了去 都很热了 没留意了 这就 好了 是不是这次讲到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